那我第一位邀请的这位伙伴呢 他是我的推荐人 我很感恩他把杰斯带给我 带我走进了杰斯的视图 让我看懂了这个商机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杰斯故事好吗 那我们有请美琴 亲爱的全球杰斯家人们 现在好 我是来自桂林的美琴 自从我毕业以后 从一两年就结分生子 跟随先生经营传统生意了 因多年的操劳和紧张的商业环境 导致我们要健康非常严重 鼻炎和偏头痛也困扰我十多年 此时想到小时候父母经营全统生意时 操劳的场景一幕又一幕 父亲为了生意常年在外应酬繁多 不注重身体的保养 双亲也早早的离开了人世间 当时眼睁睁看到父亲在病危时 自己还在医院工作中 也没有办法帮到他 我觉得非常自责和内疚 持育养而亲不待 每次想到我的心情悲痛万分 难道我们还要经历这样的生活方式吗 感恩邻居 在我们亚健康非常严重的时候 把劫师带给了我们 让我们亚健康几个月就得到很好的修复 怀着十分的惊喜和万分的好奇的心态 走进了公司系统 当时一万多人的非常井然有序 有成功的企业家 各行各业的精英医学博士等等 他们都因这个平台而成功 经营秀们分享 通过自己努力两到三年一定会成功 同时收获了美丽健康与财富自由 这时彻底点燃了我的梦想 这不正是我想要改变命运的机会吗 当我正要启动这个全新事业时 就受到我家坚深坚决的反对 和家人的不理解不支持 因为他们用过去的认知 固有的思维 看待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一定会有偏差 当然他们也是发自于内心 为了保护我不被外界伤害 但我坚信 平台的高科技产品 成人打击的商业模式 一定可以改变我们的秘密 我只是认真自用产品 自己受益的同时 真诚分享 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就可以通过系统 把市场面接到全球 这些年我通过持续学习 热情分享建立了我们的管道收入 也让我们一家人身体健康 年轻了 现在我们夫妻同心 全力以赴来经营这份 美好的劫师事业 带领团队伙伴们 跟随系统 一起努力两到三年 一定会实现我们的钻石人生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聆听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